你好,我是阿力,我们今天主要来聊一下以太坊 那么前段时间有个朋友跟我留言 说能不能聊一下以太坊以及升级到2.0之后的前景 我当时就新人接受了 那么没想到在后面准备节目的时候 我发现以太坊真的是太复杂了 那么复杂的呢,我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 所以一直拖到了今天才敢第一次来跟大家来介绍这个东西 那么其实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来讲一下以太坊升级的现状 以及升级之后的前景 那么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手里面有大量的资金 想去投资以太坊,怎么去参与这个投资 怎么去参与这个质押,以及资金量小该怎么去参与 希望大家都能看到最后 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 我的频道是专注于投资和赚钱 希望你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跟我一起学习最前沿的投资项目 对于不投资币圈的朋友们来讲 以太坊的知名度确确实实是不如比特币和狗狗币那么大 我昨天还跟一个朋友在聊到了以太坊 他既然说没有听过以太坊 说不知道以太坊是什么东西 说他知道比特币是因为经常听到新闻在讲 那么知道狗狗币也是因为我经常在他面前提到 但是以太坊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比特币是很容易理解的 比特币可以作为一种缓慢移动的数字黄金 可以作为一个长期的储蓄 那么依靠这种稀缺性 因为比特币只有2100万个 用代码保护它 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 就这样子 那么以太坊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那么以太坊说实在话 理解起来就比比特币要难了 因为以太坊它有很多的这种用处 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开始学习以太坊和它的作用 和它的用处 你一定能从中受益 那么最近我也是每天能学到一些关于以太坊的新东西 都感觉到它是一通野兽 非常的厉害 那么我们从以太坊的用处上来解释一下 那么第一 以太坊是一个服务去中心化应用的 这个世界性的计算机平台 那么这么说可能有点奥口 没关系 我们一点一点往下讲 第二点 以太坊正在成为更多的交易和结算层 这个layers 那么第三以太坊是通过智能合约引入了可编程的货币 那么也就是平常所说的这个发行其他的这些代币 这些用处 那么这就是以太坊最出名的三个非常大的这个用处 那么其实它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很多加密货币都是建立在以太坊的基础之上 那么进一步增加了以太坊的实用性和价值 那么另外以太坊也帮助实现了defi 这个defi就是去中心化金融 那么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你已经感觉到这个以太坊的威力了 但是这还不算完 那么以太坊的这个开发者 当他们宣布要升级以太坊2.0的时候 并且这个2.0目前已经在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当中了 那么什么又是以太坊的2.0呢 那么本质上以太坊2.0 它可能更像比特币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以太坊2.0引入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质押 我们因为叫做staking 那么质押权益证明是POS 它采用了这个风险供单的模式来替代算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以前是你有这个算力 你有这个矿金 你可以去挖矿 可以得到这个以太币的奖励 但是呢 以后呢 2.0之后呢 就没有这么一说了 以后呢 就是只要你拥有32个以太币 你就可以啊 为此单则 比如说这个质押staking 成为这个区块节点的验证者 并通过确认交易获得收益 那么质押呢 意味着可用的这个以太坊呢 会慢慢的减少 因为很多人愿意去做这个质押 因为可以带来一定的收益 因为这个部分的供应呢 将会被这个选择质押的人啊 所以锁定起来 更少的这个以太坊呢 意味着更多的稀缺性 稀缺性呢 是让比特币变得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特点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它也会对以太坊产生类似的影响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分片 叫沙顶 以太坊2.0中的沙顶即将到来 对我们普通人来讲 这意味着以太坊网络 将会被分割成18个小部分 这将有助于提高网络的速度啊 也就是说这个提高以太坊的这个交易的速度 那么沙顶将允许网络每秒处理更多的交易 那么一个更快的以太坊网络 会进一步增加它的价值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token的销毁的机制 那么对以太坊的这个价格 有很大的一个魔力啊 那么今年8月4号的时候 伦敦升级就是这个2.0的一大步 那么ERP1599实施之后 Gaiz的手续费会作为一种基础的这个费用 发送给网络本身并进行销毁 用户呢 只需要付给矿工一定数量的小费 那么这项提案取消了Gaiz费的拍卖系统 从而改变了整个生态系统的这个交易模式 简单来说呢 伦敦升级呢 就是降低了用户的手续费 但是损害了矿工的利益 他采取了一种销毁的这个以太币的这个机制 那么长远来看呢 对于2.0的升级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随着这个网络使用量的增加 以太坊的这个供用量呢 会逐步的减少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以太坊会被越来越多的人采用 而以太坊数量将会减少 那么当以太坊的数量减少 需求增加的时候 每一个以太币的价格呢 自然就会上升 那么Token销毁呢 是这个通货紧缩 与通货膨胀相反 美元的价值呢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因为更多的美元会被凭空的印刷出来 而以太坊被编成为通货紧缩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型 意味着价值呢 是上升 而不是像美元一样啊 下降 那么说了这么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太坊的升级的路线图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 目前是1.0和2.0并行的两个通道啊 现在目前的这个阶段是并行 那么大家可以找到这个伦敦升级的地方 我们目前呢 在这里等今年年底 或者是明年年初的时候 1.0的这条链呢 就会强行并入到2.0 所以说在那之后呢 就没有1.0这条链了 那么2.0就会代替之前的这个链存在 这又意味着以前的挖矿以太坊的这个矿工啊 再也就再也就挣不到钱了 那么取而代之呢 就是POS权益机制 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质押 那么之前呢 是POW是这个工作量的这个奖励机制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我们大家呢 该怎么去做这个POS质押呢 我们来看一下 OK我们现在看一下如何呢 在这个以太坊2.0的这个官网上来进行这个质押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以太坊2.0的这个网站 大家可以记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选择语言 如果你喜欢看简体中文的话 如果说你有喜欢用其他语言的话也可以去选择 那么我跟大家演示主要来用这个简体中文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在在这个地方看一下有一个质押ETH 然后点进去啊 点击之后他说这个质押您的以太币 并成为以太坊的验证者啊 那么这是一个公益行为 那么我看一下点击如何质押 那么点击如何质押之后呢 他会问你 你愿意质押多少个以太币呢 如果说是小于32个呢 他会有个选项 如果是大于32个 他也会有另一个选项啊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有超过32个以太币 我们先看一下 小于32个以太币 他会怎么样啊 他说这个如果您的以太币少于32个 您可以添加少量的质押到权益质押池中啊 有一些公司可以代表您去做这个权益质押 所以您不必担心啊 需要保持在线 这里可以查找相关的公司 也就是说有这个第三方的 他会搜收集到所有的这些以太币 然后一起来做 那么点进去之后呢 那你可以看到 那么以下的这些公司啊 看到这些以下 他们提供这个 这些服务的啊 这些公司你都可以去点击去看啊 那么他有 你看有的是有这个零收益费的 有的是收取10%的奖励啊 然后有的就是5块钱一个月 然后是15%的 这个收益费 反正不等吧 你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情况来 你看一下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变 你可以这个在这个地方提交你的这些服务啊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说你的这个以太币呢 是超过32个 或者正好32个会怎么样啊 我们点一下啊 然后这个地方呢 他会有一个开始质押 然后一个充值的地址啊 我们先点一下开始质押 他会有几个问题 问题啊 同时呢 我们这个地方 也是要把这个语言呢 变成这个简体中文 这样的话就是方便大家来一起再看 然后呢 这个时候 有一个选项是称为质押者啊 我们点一下 权益证明 他会告诉你在这个地方啊 是怎么样去证明你的这些东西 然后你点啊 你仔细阅读完之后 一个一个点我接受 然后一个一个往下走啊 我这里呢 就不给大家一一的去看了 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啊 那么大家都一定要看一下 就是一些什么不良行为 正常运行时间 他要求很严格的啊 那么你一点完之后 他会这十项啊 你全部都点我接受 我接受之后会有 最后会跳到这个地方啊 然后这个时候之后呢 你再会看 你看他有这种语言呢 Cshopnet Java这些东西 然后呢 你再根据这些东西 一步一步的 根据他的这个指引往下走啊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些东西啊 好 那么介绍完了 质押的这个方法呢 我相信很多人一定想知道 那么我为什么要去质押 我质押的好处 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那么这就是这个系统呢 会给你年化 6%左右的以太币 作为奖励啊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 为了吸引大家参与 最开始的时候 的奖励会给到21% 但是呢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 包括我本人也不知道这个东西 那么随着这个质押的数量越来越多呢 收益也会自然会减少 那么目前呢 只有年化6%了 目前呢 一共有这个700万个以太币的质押成功了 那么威神最近也说到 如果说质押总量达到1000万个的时候 会进行锁仓 为了保证这个所有参与者的这个年化收益 都能达到5%到6%的这个以太币的奖励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觉得呢 对您有所帮助 请一定要帮忙点赞转发一下 那么同时也别忘记订阅我 让我们每天进一步一点点 共同发大财 Peace 请不吝点赞转发 顺庭